正在測量您的體重 正在測量您的體重 不好意思 喂你好 這裡是Peter Fitness 喂你好 我想要來上課 請問先生您什麼時候方便呢 現在 請問您怎麼稱呼 我的朋友都叫我 Peter大哥哥 Peter大哥哥你好 你有過訓練經驗嗎 有 其實我訓練算是蠻久的了 應該超過五年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 體態的目標 體態目標 我其實想要增肌減脂 身材好看一點點 那你有沒有什麼偶像 一個目標的身形 可以讓我更了解你想到什麼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肩膀太大 那有時候騎車的時候會擋到後照鏡 有點困擾 然後我想要肩膀小一點 魂部想要再更翹一點 像有一個YouTuber叫修修 我就覺得他練得很棒 嗯哼了解 那你訓練頻率大概是 因為我平時稍微忙一點點 一個禮拜可能只有一天 可是那一天我大概會抓個12個小時去訓練 那你在訓練的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嗯其實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想要是一個很圓很翹的臀 但是一直感覺不管練什麼臀部的訓練 像是臀推我可能會用肩膀帶長 然後就變成肩膀訓練到太多了 哦了解 所以一直是臀部沒什麼感覺 肩膀越臉越大我就覺得不太好 那不然今天的話我們就依照你的需求 幫你調整一下做一個體驗的課程好不好 好那我直接去運動嗎 就一起去啊 好 OK好像這個動作的話呢 因為我們主要是髖關節在主導 我們的手 不需要往上彈 真的嗎 就把它跨在這邊就可以了 真的喔 是啊 所以難怪你這樣 那你的下背的部分呢 脊椎保持中力 不用過度的伸展 對很好 那有感覺到臀部 好像有了 心靜的感覺 有了有了 那有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用一些 像彈力繩之類的工具去訓練 是好 謝謝教練 這個時候你的手就不用往上彈 我跟你們講一下 肩膀是放鬆的 只是靠在這個椅子上 好 很好 很好 加油 很好 很有感覺 臀部 皮特大哥 剛才表現得很不錯喔 感謝 其實我們這邊呢 也是有營養諮詢和服務的 那我方便在營養師來以前 先詢問一下你一整天的飲食狀況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的嗎 我最近在執行的叫做布丁飲食 那這是我前程在網路上面看到的一種飲食方式 一天大概就是吃可能20個布丁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135的話 會吃布丁下面黃色的部分 246的話是吃布丁上面黑色的部分 那星期天的話就是比較作弊的作弊日 黃色跟黑色的部分我都會吃這個樣子 OK 那我還是等到營養師來的時候 幫你做一個專業的安排 好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好 謝謝教練 辛苦了 謝謝 回家要記錄練習喔 好 我一定會的 我臀部一定要跟你一樣 欸 你是肩膀太重了嗎 對對 不好意思 下次記得臀推的時候 不要再用肩膀介力喔 好 謝謝 謝謝 加油 掰掰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跟皮特合作的系列 接下來呢 我們會推出更多一起合作的影片 你想要看什麼主題的影片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Peace